5月4号美联储再次召开议席会议 当即决定加息50基点 也就是0.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宣布将于6月1号正式开始缩表 22年来最大加息规模 同时伴随着价值9万亿美元资产组合的缩减 虽然美联储展现了双管齐下抵抗通货膨胀的决心 但真的能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中吗 说起这50基点的加息 其实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 因为此前美联储官员就多次对大幅加息释放信号 再加上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提出 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 市场甚至担心有更大幅度的加息 最终50个基点反倒是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这也就是为啥昨天宣布加息后 全球多个主要市场的股市 都出现上涨表现 并且在议席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比较罕见的直接表态称 美联储目前并未考虑单次75个基点的加息节奏 尽管如此 这也并不代表着未来就高枕无忧 因为要知道 今年还有五六次议席会议呢 美联储只是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而已 说起这次美联储的加息缩表抗通胀进程 众多经济学家从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担忧 乔治梅森大学美卡图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霍尼格 曾在美联储工作近40年 他在得知美联储这一系列动作后 向媒体表示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阶段 他认为美联储加息动作其实慢了 但他同时又警告称 如果用非常大幅度的加息来冲击经济 就是试图用另一个错误来纠正这个错误 美国经济将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所以这其实意味着美国经济下滑 通货膨胀高涨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因为众所周知 加息是调平通货膨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但美联储的大幅加息 也有引发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 特别是现如今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外在挑战 比如俄乌战争 以及中国近期一直陷入疫情困境 采取封城政策而带来的产能问题 包括美国在内 全球经济依然在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 这一阶段其实是需要更低的利息 来刺激经济复苏 具体而言 美联储加息所加的是联邦基金利率 该利率是美国银行和银行之间 互相借钱时的利率 如果这一利率升高 银行在给企业或个人放贷时的利率 也水涨船高 此举可以减少货币供给量 降低通胀 从而给经济降温 反之 如果降息 银行放贷的利率就会降低 借钱成本更低 将刺激企业和个人信贷 一般来讲 整体经济得到刺激 变得更加活跃 美联储通过调节这一利率 来达到一个目的 那就是保持美国最大限度的 就业和物价稳定 在经济疲远时降息 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资金 刺激经济 在经济强劲时加息 减少货币供应 降低通胀 防止经济过热 这也成为重要的货币工具之一 再加上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联储加息或减息 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比如 此次加息后 香港紧接着跟进加息 印度 澳大利亚也如此 接下来咱们回归个体 美联储加息 到底会对美国经济 以及咱们个人的钱包 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就是房地产 加息之后 肉眼可见的 加大了买家的购买成本 流失很多年轻的潜在买家 租房市场会繁荣发展起来 因为房子是刚需 市场回温 房价在加息后 短时间内下降 但在未来 还是会回升 甚至上涨 在金融层面 美元流动性的减少 带动美元指数走强 美元也变得值钱 而大家关心的股市和债券 也会在加息初期阶段 受到冲击 但后期 往往会吸引大量资本 回流美国市场 消化美股的债务泡沫 对于个体而言 你的信用卡利率 汽车贷款 房屋贷款 住学贷款 以及储蓄 理论会根据情况不同 有相应的变化 比如信用卡 加息后 年利率肯定会上升 但如果大家都能及时 付清信用卡账单 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同时对于汽车贷款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原因就是贷款金额低 周期短 比如根据bank rate的说法 25000美元贷款的 25个百分点差异 是每月3美元 至于住学贷款 由于利率是固定的 所以也不会受到影响 而银行储蓄账户利率 也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要说影响最大的 个人信贷业务 恐怕就是房屋贷款 随着美联储加息 长期固定 抵押贷款利率 也在走高 许多与最优惠利率挂钩的 可调整利率 抵押贷款 或房屋净值 信贷额度的房主 也将受到影响 总之 当下正是疫情好转 经济复苏之际 按常理美联储应该减息 或者保持低息 但却选择加息 这背后的直接原因 不难理解 就是每个月 都在报表的通货膨胀率 但实际上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美国进入经济衰退的节奏 至于最终 能够回落到什么地步 咱们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